中国经济危机转嫁百姓明年春报倒闭筹不景气普京也转向中美贸易冲突致使中国经济危机积累中共应对美国贸易战口口声声颤不惜一切代价有分析指出中共已经把这种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老百姓身上 另外港媒披露面对中美贸易战估计明年春季将会爆发倒闭潮不少厂商纷纷研究巴黎大陆时政评论员文昭在自媒体上表示中国经济下滑导致其从俄罗斯进口原油也显著下降 普京出于保障俄国经济最低目标增长的需要就有和西方修复关系的更迫切愿望 中共已经把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老百姓身上 清华大学NBA经济分析师秦鹏美国时间8日对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表示中共为了短期应对贸易战采取了极端刺激经济 把危机转嫁民众的方式从大的方面来看 中共为了当下应对贸易战主要是采取了央行放水 扩大投资基础建设等方法刺激经济也就是开动印钞机器 把危机转嫁到民众身上 这一点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对策很像 当时也是政府投资4万亿 带来的结果是大规模国际民退 地方城投公司负债40万亿NR从2008年的40万亿猛增到2018年的约180万亿已经是GDP的2.25倍 那么新一轮放水扩张货币超发会膨胀到什么程度呢 地方城投公司又会积累债务到什么规模呢 不得而知秦鹏提到关税占最多三级的是中国的外贸 但由于中共对外贸的受损 没有出台什么有效措施损失加剧 也是难免的必须看到 外贸出口企业涉及的行业和企业与铁公鸡建设 涉及的行业和企业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过程中大部分外贸企业依然会受损 尽管2018年7月9日中共商务部再发布340亿美元关税清单之后 网站上说反制措施中增加的税收收入将主要用于缓解企业及员工受到的影响 但是我们至今并没有看到中共采取了10什么具体措施保护受损企业 相反却看到了中国最大的大豆进口企业晨汐集团 和最大的玉米进口企业吉林粮食集团相继破产 看来为中共自己去命才是中共最关心的 至于这种饮振止咳式的基础建设投资和关税战持续对垒的做法 会带来什么破坏性影响 中共并不在乎中共应对美国贸易战口口声声 趁不惜一切代价 真正的代价是日益积累的中国经济危机秦鹏说 估计明年春季将会爆发倒闭 朝有能力厂商提前出货 据香港东方日报 亚洲时间9日财经分析说 早前的中兴事件已令不少大陆企业警醒 提前增加入口零部件 已被生产之需 而有能力的厂商亦会提前出货 已避开美国有可能最快9月实施的次轮关税措施 美国4月宣布对中国时失手轮关税后香港5月份的出口货值按年升幅 就高达15.9% 由此可知 外贸数字急升反应的是在贸易战下大陆进出口商的对策 而不是经济真正重拾动力 其实在大陆设厂的港商早已叫虎连天 香港两大协业商会 就指美国订单比重高达8成 估计明年春季将会爆发倒闭 朝不少厂商纷纷研究巴黎大陆 其实川普发动的贸易战为的就是重整国际间供应链 一方面可削弱中国企业的技术累积 另方面令到全球经济动力焦点 重返美国而川普 一吸取了早前战线拉得太阔教训 集中精力拉拢欧洲筹组零关税区来遏制中共文招 中国经济不景气到降低俄国石油的购买文招 8日在他的自媒体上分析 现在中国经济不景气 又在美国贸易制裁的压力下 能否继续履行过去几年和俄罗斯签的能源大单 和那一系列经贸协议就成了疑问 这个一律气氛肯定会上升最重要的俄罗斯 输送中国天然气的项目 本来计划是今年开始向中国供气 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总裁 在今年6月份的讲话是西伯利亚力量 天然气管道预计是2019年12月份 开通比喻期有所推迟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字是今年1到6月 中俄双边贸易额是491亿美元 去年中俄政府定下的目标是 今年双边贸易额要突破1000亿美元 今年前6个月时间过半 任务没过半491亿美元离500亿 也不远 但是贸易额的拉动 主要靠的是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 数量和价格都有增加 而今年56两个月中国进口原油 有显著的下降6月份下降的最多 比去年同比下降了5% 7月份有小幅的恢复 也就是说 只要中国的经济下滑趋势明显 也会带动对能源的需求走软 中俄贸易的主体部分 就会被动摇文昭分析说 中俄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中国经济 进入下降周期趋势明确之后 与俄国以利相交那个基础 就被削弱普京出于保障 俄国经济最低目标增长的需要 就有和西方修复关系的更迫切愿望 因此美俄峰会之后 俄国的主要媒体上出现了痛批一代 一路的文章 暗示其实俄国对中共不满已久 其中的意味确实是很深长 到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